新的包 嗨 大家好 我是新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蠻新的包款 我終於要分享新的包 不是分享老包了 是什麼包款呢 Solferino Bag 後男 因為之前去做了一點功課 發現原來我以前念的 都有點小荒謬 現在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但是有進步了 如果覺得我念的不標準的話 拜託饒了我 這個包呢目前有出兩個尺寸 一個是small 一個是medium 我先講一下我對這個包的主觀感受 它是一個優雅的硬殼包 外觀絕對是美的 第二個我喜歡的點是它的背帶 它的背帶算是短的 腋下包不是流行了好一陣子嗎 它沒有到腋下包的程度 但是有那個味道在 所以整個背起來是很俐落的 我手邊有幾個硬殼包的 背帶比較長 背帶長的話 背起來就會有一點點像書包 Solferino它是短背帶 所以會比較有女人味 背起來比較成熟的感覺 等一下會有十杯 再來也要講一下缺點嗎 也許 就是呢它看起來大小蠻正常的 可是其實它很廢 原因在於它的殼硬且厚 外觀很像是正常大小 可是實際上容量比你想像中的小一些 其實我還蠻常被問容量的問題 但是我也有些話想說 如果我們買包包都一定要以容量為優先順序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錯失一些樂趣 因為說真的 久了你就會發現 這些設計師他們在設計包包的時候是 沒敢擺前面 然後 欸 後面就沒了 除了少數一些強調機能的品牌之外 大部分的精品包都是好看最重要 如果一個包又美又實用 常常都是剛好 譬如說設計師覺得 這個包就是要大一點啊 視覺上才有美感 所以它就剛好容量大了 然後就順便實用了 在選擇精品包的時候其實背起來好看 我覺得可以放在比較前面一點的考量 容量的問題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克服 今天的開場比較長 我們直接來看它的外觀吧 又要唸了 壓力好大 三火紅的包 大部分都看似中規中矩 方方正正 比較少其他的形狀 最近的凱爾包除外 其實看起來好像在賣LOGO 但也不可否認的是 它的LOGO就真的很好看 三個字母的排列 傾斜度 本身就是一個亮點 SOVERINO整個包的設計和比例 搭配上LOGO是非常協調且有美感的 我喜歡它的邊框起來一整圈 瞬間增加一點復古的味道 其實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有點像是1955耶 可是類似的設計變成桑洛紅的時候 就會變得奢華 比較有女人味 小尺寸的背帶有七個洞 扣盤上面有品牌字樣 仔細看它的側面 就會知道容量為什麼會小 因為它的厚度這麼厚 但是設計上前後兩片是直撐 只有中間這層可以裝 而中間這層本身也有皮革厚度 所以當然容量就會小 我們來看一下底部 應該會更能體會那個感覺 打開的方式就蠻可愛的 旋轉一下這個L的底部 包包就打開了 扣起來就是壓一下 裡面就是一個真的不算大的空間 後方有一個淺淺的小口袋 前方有夾層 容量是個考驗 小尺寸基本上短夾跟iPhoneX進得去 內部的寬度是17公分 我查了一下iPhone Pro Max 應該是最大的高度是15.8公分 應該可以進去 容量的關鍵在於它的厚度 因為硬殼包沒什麼彈性 像我手上這兩個短夾 一個是功能比較齊全的短夾 一個是比較陽春 當初我也是為了小包 所以才買這個更小的短夾 後來發現大的短夾因為沒有在用 裡面沒有東西 輕鬆的和手機一起進去 這個小短夾反而被我塞滿卡片 超飄零錢和手機同時進出會略卡 如果在外面不想要拿錢包 拿得很狼狽的話 就要把短夾裡面的東西清一下 例如發票 我是在說我自己 其他的粉餅就不要奢望了 口紅可以 就這樣 如果一定要放粉餅的話 變通方式就是讓短夾更小更扁 這個是我之前出國玩會用來裝小卡片的 雖然明片假 用得滿久了 把必要的卡片鈔票放進去 它就可以和粉餅手機和平共存 medium就好很多 外觀也是方方正正 我真的好喜歡邊緣這一圈框 有時候就明明沒什麼特別 可是有它就是加分 側面看一下 也是個前後兩片皮都佔了一個厚度 裡面其實滿窄的 肩帶有八個洞 打開的方式一樣旋轉一下就開了 跟小的一樣前面有大口袋 內部後方有一個淺的口袋 但其實我覺得這口袋就是可有可無 因為它這麼硬 即使中尺寸的前方口袋 是可以放得下手機 但還是會怕說放了有點厚度的東西 久了可能會變形 不過如果真的小東西很多 把手機放在前方 確實可以讓後面包包內部的配置 還是比較有餘裕 我是覺得也只能放很多的東西 像貼紙之類的 我家現在這個東西很多 小孩子都常會塞給我 看到這口袋我就很想放 內部的寬度有21公分 所以一般品牌的長頰都可以進去 然後還可以手機粉餅口紅 說真的這樣也就極限了 你要再塞什麼比較立體的東西 也是在為難這個包 可能頂多面紙 這種軟軟的小物件 我會更建議也使用短頰 這樣在拿取粉餅口紅小東西的時候 比較不會掏得很辛苦 其實它的中尺寸有出一個幾皮的版本 我相信會更好裝 因為幾皮一定是比較軟的 看完外觀容量我們來看石碑 我覺得看容量測試的時候真的會覺得 這什麼包可以買嗎 可是背上之後一切都變了 視覺效果是真的蠻好看 我們先看小尺寸 這是背帶調到最短 另外一邊是背帶調到最長 即使是最長也不會超過腰部 我覺得這個設定很棒 不會拖泥帶水 沒有書包的那種稚氣感 完全打人氣 如果調到最長的話 稍微可以斜背 又有點可愛回來 看一下中尺寸 調到最短的時候 還有調到最長的時候 最長的時候也不會超過臀部 而且其實中尺寸並沒有很大 硬殼包 尤其是這種方形 對我的身高來說 這個大小我覺得算是很剛好 也有一點點極限 再大 也會有攜帶武器的錯覺 調到最長的時候 我們來個斜背 立刻就從優雅變身帥氣 兩個尺寸比較一下 看一下全身的比例 我157公分 背帶最短 最長 斜背 手拿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謝謝你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加入我的Facebook社團喔 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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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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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